看見曼菲天使的需求 雷美投手陳偉英 身為兩個孩子的爸爸 挺身擔任公益大使 拍攝公益影劍 透過自己的力量呼籲大家 能對發展持管的孩子 多一點關懷 陳偉英再度與片中主角 小熊見面 如今他已經會跳 會走 讓他非常感動 小孩子的成長 會是媽媽最大的動力 像今年剛開始聽到的時候 他就說 小熊就是已經開始會跳了 那一般家長可能就是 我們會覺得說小孩子跳 不是可能兩歲就會跳 一歲兩歲就會跳 可是小熊才快四歲 已經快四歲了 才會學會跳 媽媽回憶帶著小熊的心路歷程 因為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也看見了奇蹟發生在小熊身上 小熊媽媽也鼓勵 家中有遲緩兒的家長 能正面的帶著孩子跨出每一步 從一歲半到現在 其實這一段時間他進步很明顯 就是從他不會做 不會爬 然後不會講話 沒有講話 對 然後眼睛也看不見 然後其實這個 他現在已經是看得到了 只是我們不知道他看到多少 但是很明確他是看得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早療 一定會做這個早療 早療真的是對孩子是 他是感覺是奇蹟在他身上 陳偉英也坦言因為小熊的例子 才讓他發現原來除了早產兒 還有更多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看外界看到遲緩兒的隱形需要 投入資源 至於大家所關注 明年的試棒經典賽 陳偉英會不會參加呢 我會比較重視在於 就是在大聯盟球場上面的表現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我真正工作的地方 那其餘幫國家 為國爭光其實有滿多的方向 那而且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有滿多的新秀 大家也都是非常有 就是潛力非常的有 那我覺得應該是先從 這些年輕的選手這邊來茁壯這樣子 陳偉英也說畢竟去年才剛簽了新合約 加上季末曾經受傷 還是尊重球團的決定 強調應該把機會讓給年輕球員 專業社記者張志彥 五一零台北採訪報導 好來 出lan下來 Í